12月26日清晨,记者来到青海省海东市明河县第二中学,高三教学楼内,读书生此起彼伏,讲台下,学生们或是低头记录,或是聚精会神的听讲。 12月18日23时59分,甘肃基石山发生6.2级地震,镇中50公里范围内涉及毗邻省份青海的22个乡镇。 青海省海东市受灾地区民房和水、电、路、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,大部分学校受灾情影响停课。 因地震转移安置至明河县第二中学23班学生朱湛容告诉记者,地震发生后,和他同校的高三学生一边等待教育部门的安排,一边上网查找相关学习资料进行学习。 来到这学校之后,我们给我们安排了相应的食堂,相应的宿舍。 我们也感受到在这个学校学习的氛围,然后是高三学生我们这次也感受到地震之后,学习是更加的紧张和各家的刻苦,让我们更加不断地去努力,也没有放弃学习念头,更有动力地去学习。 我们也更感谢这次学校给我们的机会,让我们在线下更好地去学习。 据明河县关亭土足中学教务处主任辛宏伟介绍,明河县采取县内分流安置的方式,对灾损严重的关亭土足中学的941名高中学生,按年级分别安排至明河县第一中学、第二中学与城西高中,实现了高中学生线下教学恢复。 我们高三年总共有6个班,295名学生和19名老师,我们22号全部搬到这边过来了,然后22号下午我们就进行学生的报道,住宿这些的安排。 然后现在呢就是,就是一阵式进行二十年,学生的情绪也比较的稳定。 全线176所学校里面中小学全部复课吧,剩下的这个,比如说幼儿园,我们已经在这个,在受灾点,结合这个帐篷学校啊,这些全面复课。 等于说我们176所学校基本上全面复课。 截至12月25日,青海省海东市明河县、华龙县、巡化县、中小学以全面复学复课。 其中线下复课中小学355所,涉及学生11.86万名,线上复课中小学16所,涉及学生0.77万名。